好的 這幾天的行情 真的把一堆人玩到真的掛點 那基本上我先給大家看一個很快速的 其實我還是老話一句 你今天所要找的一個所謂老師 他要能夠通過盤整盤跟連續盤的 一個所謂趨勢考驗 我想這是你要的 第一件事情 我說過了收完盤的時候 就像今天跌下來 因為有很多投資老師告訴你最高的高點 是他放空的 那我還是老話一句 你今天所要找的老師 第一個又能夠通過盤整盤 跟趨勢盤的連續考驗 第二件事情 這一個老師有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才叫預測 不是跌下來的時候 說我上個禮拜就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是標標準空 如果說我只能做到這麼低能的 一個所預測 我講假白 我真的沒有臉要上節目 不要昨天漲的時候 跟你講說他手中有多呆 結果今天跌下來的時候 馬上跟你講說 哇在700-800放空 聽到在放屁啦 再變了 這是上個禮拜三開始 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我每天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準的空 結果禮拜一 禮拜一為什麼開你走低 因為禮拜一主力心態 還是個標準的空 然後結果來到了禮拜二的時候 昨天禮拜的時候 我很記住跟大家預告 我說心態他是油空轉多 而且從12點半之後 會有一個非常純的 一個所謂多方時間 而這件事情 我在你們LINEET有跟大家做分享 結果昨天禮拜台北股市有沒有收到 一個所謂最高的高點 基本上面對這個行情 我只能跟你講 Hello Moto Hello Moto什麼意思 老師 如果說你聽得懂Hello Moto的話 代表你的年紀跟我一模一樣 或是比我大 一般比較年輕的 我們講坦白的 如果說你是七字頭的 八字頭的 你絕對不聽不懂什麼叫Hello Moto Hello Moto是當初的Motorola 非常有名的一個所謂廣告 叫Hello Moto 老師什麼是Motorola 對隨便 Motorola以前的市占率 除了Sony Ericsson 以前就最大叫做Sony Ericsson 不是Ericsson 只有Nokia Nokia第一名 手機市占率第一名叫Nokia 第二名叫做Motorola 那等於說Hello Moto是當初Motorola 非常大的一個廣告 那這跟我們行情有什麼關係呢 很簡單 Hello Moto的意思是說 你好機車 Motorcycle 你好機車 為什麼我說你好機車 你仔細看 你仔細看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基本上我不可能無時無刻 都告訴你主力心態 現在是多還是空 可是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們的115的一個水準 我只要請問大家 昨天尾牌有沒有收到一個水最高的高鐵 結果大家收到最高高鐵之後 你看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心態既然會有多轉為一個水空 心態既然會有多轉為一個水空 這是為什麼今天早上出現往下跳水 最主要原因還沒完呢 要找一個凡事事前預告的一個水老師 很多人告訴你 你今天操作不需要預告 你隨便拿一套破銅爛鐵回去 你自然就能夠買最低賣最高 相信我 如果天底下有這樣的液水軟體 天底下相信我絕對不可能會有窮人 那我請問各位 那我這麼樣的厲害 為什麼還在市場上 我說過了 因為很簡單 形善不失改變投庫的生態 這才是我要的 看清楚哦 今天早上在8點57分的時候 我也要不要很清楚跟你預告 我說就極短線的角度 那時候開牌的沒還沒開牌 我就跟你預告哦 我說極短線的角度 等一下會有多方時間 可是目前的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的空 我告訴你多方時間 我告訴你主力心態空 啊這樣會不會做 這樣會不會做 這樣還不會做還賠錢 好等一下給大家看神回答 主力做什麼操作 還是架構在一個價格的觀念 之前我們就不用各公送得 好 400點 700點 650點 560點 470點 460點 453點 好 然後這一天是最經典的 跟你預告進入多方時間 自己看12點04分 都要給大家看 10點04分 進入多方時間 結果當天一口氣 我為什麼 為什麼一口氣告訴我會員 不管包括9點10分 不管包括9點18分 不管包括9點58分 因為很簡單 進入多方時間 就一天時間 好 三天時間 這樣就700點 沒錯吧 然後11月30號 做多350點 為什麼要代價投靠 就不用講了 因為你的投過老師 就是說謊欺騙嘛 每天買最低 每天賣最高嘛 跌下來的時候 又跟你講說有波段空單 然後又有短線多單 反正每天都賺嘛 那我還是老話一句啦 明明就是從10300 一路放空的老師 買山蠻谷 如果說你遇到這樣的老師 降帥無能累死三軍 我建議大家要代價投靠 來再一遍 來到11月1號 也就上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強多 我問大家一起 如果每一個投過老師 這麼樣準 為什麼沒有一個老師 在11月1號 當時指數的葉水位置這麼高 還跟你預告 外資吃的襯托鐵的心 非凡的盤中連線 這樣340點 結果上個禮拜一 台北股市真的噴出去了 噴出去了 然後然後第二張圖卡 再講一遍 這個我們課程都有教 因為網上突破壓力 好網上突破壓力 所以做加幫滿心動作 這樣又350點 然後禮拜一樣 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還是個標標準準多 這樣又65點 好 引過去了65點 然後再加上 你看這按頭 我預告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準多 就這樣子又120點 好 進入上禮拜三 上禮拜三 進入上禮拜三之前 再看一下績效 你看一下主力作手 他有沒有很厲害 等頭於當時在10月9號的時候 10月9號一根長愛K棒 就四天年假前的最後交易日 每一個投過老師 每一個分析人員 好不要講每一個投過老師 包括我都是一模一樣 如果我沒有主力心態 我一定告訴你放空 可是麻煩你把10月9號12點14分 10月9號12點14分 你看看到LINE的證據 我那時候有沒有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已經由空轉為一個誰多 你知道這個主力心態由空轉多 他讓主力作手從151漲到565 漲了414 老師選擇權我不懂 對你不懂你把它當股票好了 你買一檔股票 買151塊錢 結果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漲到565塊 你想不想永遠這樣股票 想不想永遠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你股票買在111塊 結果漲到565塊 總共漲了414塊 總共漲了2.7倍 選擇權的概念 他只是比股票更快而已 你看主力作手 主力作手這樣子 這樣子就2.73倍 就已經要像2.73倍 所以你藉由主力心態規劃 藉由最大值 我請問各位 你要每一個月去掌握千點的波動 會難嗎 那有沒有差一天有沒有差很多 債券 結果呢 一直做多 一直做多 做到上禮拜 上禮拜三 開始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你不相信 沒有人瞄我 你沒有人瞄我啦 禮拜三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結果到禮拜一總共跌250點 250點還沒彎 禮拜四一樣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還是個標標準很空 我會放空哦 我10月9號那時候開始一路做多上來吧 一路做多上來 做多到11月11號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很多 然後上個禮拜一上個禮拜還在做多 禮拜三開始反手放空 禮拜四持續告訴我會員主力心態空 放空就對了 放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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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繼續放空 禮拜五繼續放空 這樣要跌177點 那你們還要求什麼 你們不是要事前預告嗎 你們不知道事前預告嗎 你們不知道完整驗證嗎 你們不知道完整證據嗎 那這樣你們要做什麼 我先做多 先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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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加起來哦 每天都做哦 每天都做的情況之下 這樣加起來3000多點的 3000多點 3000多點 從10月9號這樣一路做哦 一路做哦 然後之後反手放空 好 之後跟你預告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這樣有沒有出現連續性的 一旋下殺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請問各位 他現在2.7倍之後 2.7倍之後 上個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連續三天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空 結果你們有沒有看到 11600的賣權 賣權P代表賣 從81漲到198 漲到117塊錢 漲到1.4倍 2.7倍 2.7倍好 2.7好了 2.7加1.4多少 1.4多少 4.1 4.1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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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差一天 有沒有差很多 所以說全方位360的升級版 剛剛就好像呢 我要來錄的時候遇到一個同業 謝老師啊 你現在到底有什麼節目 你有沒有電視 沒有 你有沒有廣播 沒有 你現在到底有什麼 李宗TV 李宗TV要付錢嗎 我說不用付錢啊 我靠你怎麼爽啊 可是我覺得 大家好像有一點本末導致 我們今天我們身為投顧老師 不是每天上去去表演 買最低賣最高 這種東西 交給我家的狗就好了 測標每天變來變去 看到李拜 看到李拜英那根長黑K棒 跟你講波段起跌 然後看到昨天一根猴K棒 跟你講說這個行情還有反彈的高點 這種跳樑小丑的事 交給我家狗做就好了 那你今天 你要成為市場上面的夜水贏家 你總不可能一直成為人民的什麼 人民 你要想盡辦法成為人民的保母 去保護人民啊 你要成為官員 你要成為警察 你要成為軍人 沒有了你的夜水 專業的夜水知識之後 你能不能夠去保護你的家園 保護你的家人 不要什麼都靠人家 這為什麼我們全班會360 我們裡面很著重的 就是每個禮拜三的固定教學 等一下我就要上課了 固定教學 固定教學 學什麼沒有時間講 我問大家一些事情 如果你懂得計算主力心態 我們就以禮拜一為例好了 禮拜五不是大家跟你講 任何拉圍都買點嗎 禮拜一一大早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跟你預告時間空 你會奔到跑去 不斷的接刀子 停損 停損完之後再接刀子嗎 人家主力做手 這樣子就255點 人家主力做手光買個pook 就1.4倍 1.4倍什麼概念嗎 什麼概念嗎 你放100萬下去 放100萬下去 變成240萬 那叫做1.4倍 3天時間 好沒有 記憶 記憶 昨天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多 要學嘛 要學嘛 那昨天如果你知道主力心態多 你知道12點半之後 會有很純的多方時間 你會奔到跑去放空 結果尾盤受不了 怕紅海有大利多 外資買了4萬多張 把你的多單停損嗎 把你的空單停損嗎 竟在不言中吧 竟在不言中吧 這樣又44% 總共短短3天時間 主力做手狂撈2倍 主力做手買1萬嗎 100萬 至少100萬起跳 3天變300萬 不要去羨慕 不要去排富 為什麼他可以開法拉利 開馬薩拉第 我卻一台轎車開了20幾年 跑了30萬公里還繼續開 為什麼有錢人可以住地保 我的卻只能住在北投的鄉下 然後被蚊子咬 製作孽 那叫製作孽 你當初來市場的時候 你帶10萬塊嗎 你帶10萬塊嗎 你帶10萬塊我原諒你 那你的500萬呢 你的1000萬呢 你都不會心痛哦 你都不會心痛哦 人家主力做手這樣撈錢啊 當他擁有的主力心態 他從上個禮拜三放空 禮拜四放空 禮拜五加碼放空 就禮拜一暴跌 結果禮拜一 再從夜盤開始又做多 就禮拜二又上漲 又上漲 然後還沒完還沒完哦 這樣子這樣子兩倍了好 繼續講下去 這次我昨天跟你預告 我謝文官代總 我跟你講過東西不會忘記的 昨天跟你預告 收盤大於關鍵下 收盤大於一個所謂AC 哈哈老師不准跳水 沒辦法 現在主力知道 你們連夜盤也在做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看清楚夜盤的主力心態是多外空 夜盤的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準的空 可是我聰明 收盤大於關鍵下 收盤大於一個所謂AC 繼續看下去 今天8點38分的時候 就跟你預告最大值落在453 就跟你預告9點15分之後會有多方時間 這是今天早上開盤前 你看到我的盤前稿 這樣有沒有23點 這樣有沒有15% 主力作手剛剛好短短四個交易日 兩倍 一百萬變三百萬 這種奇蹟也可以發生在你的一個所謂身上 首先先驗證 再驗證 再不斷的驗證 全台灣有哪一個老師 從上個禮拜三到禮拜五跟你預告放空 全台灣有哪一個老師 夜望的來看今天 看今天 看今天 全台灣有哪一個老師 跟你講 今天的夜盤時間有利多方 可是主力心態空 這樣不會做 這樣不會做 全台灣有哪一個老師在8點38分 會員你收到的不是這個數字 沒有在開盤前收到 我頭都要給當椅子做 老師上面概起來是什麼 因為我傳給你們看啊 我傳給你們看啊 啊153有沒有來 153有沒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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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來在幹什麼 多單停損反手放空 啊你不知道多方時間哦 不要罵你們了 結完了 紅台哦 我們現在點點52分了 點點52分了 我先跟你講哦 基本上 我個人傾向紅台法所謂不好 我現在更不知道 不知道 好或不好不是看數字 明天的開盤 我們是看明天開盤 可是呢 因為今天的收盤是大於關鍵價 收盤小於A7 所以明天開低 他會往上走高 我講的很慢哦 開高往下走低 不然明天再來撥重撥蛋 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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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點呢 我們有時候在爭一時 你要小心幫我爭千秋 因為你要特別 開始要特別提防一件事情 如果大盤 其實呢 我上一次演講 我跟你講的轉折的價位 轉折的日期 不好意思啊 完全命中 你把關鍵報告拿出來看 這一波台北股市最高的高點 有沒有被我命中 上一次的演講 有沒有跟你講說 11月份會有個轉折 轉折日子有沒有完全命中 那問題重點來 真轉折還是假轉折 你要聽清楚哦 你要聽清楚 老實我在做公片 你跟我說記 我要做什麼 不好意思 如果轉折往下 你的股票會腰斬再腰斬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嗎 現在有很多股票 他的持有人是增加的 我舉例好了 假設台積電 他本來持有人 持有人 持有的人數是1000 現在變成3000 多了2000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舉例台積電哦 可是答案不是台積電 好我舉例神盾 神盾就這樣狀況 那很多人 他是用現股 直接買一張放進去 導致於持有人數的增加 屬地心太空 已讀不回 我們今天我們股票 藍光還在創新高 昨天免費報給你們 你不知道免費嗎 你不知道免費嗎 我昨天免費報給你們 你們又不要 藍光創新高 今天金元店買最低 金元店沒有準備 藍的管這個 我存在的價值 存在目的就是要行善布施 去幫助到那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所以說呢 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全省的巡迴獎座 你還沒報名的 再一遍哦 再一遍哦 據我了解呢 高雄廠那剩7個位置 台南廠5個位置 新竹廠3個位置 然後台北廠的話 還有10個位置 額滿 額滿 沒有 收費 你不要跟我講免費 免費去找其他投資老師 他們幫人家出貨 你找他們 好 來 股票就不用講了 那個尾帽出了就出了嘛 出了就出了 我就不會再跟你講了 台光店 8次漲泥板 隨便啦 台北廠7次漲泥板 然後再 23 老師這些東西講的要爛掉了 對 講到爛掉 來 很無聊對不對 講到爛掉很無聊 對 那我問你了 這好像2313滑通 你麻煩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你可以找到一個老師嗎 一檔股票 一檔尾帽 講6個月時間 你可以找一個老師嗎 一檔2313的滑通 823炮戰的時候就跟你講 到現在還在跟你講滑通 滑通今天還在創新高 8月到9月 9月到10月 10月到11月 剛好3個月時間 你覺得找不到 覺得找不到 覺得找不到 好 老師過去是 對 老師啊 滑通股本119億 好啊 中美金啊 你去最高的現在掛啊 2支漲停100 65億的訊息 4支漲停100 可以看主力心態啊 因為主力心太多 所以說134136 我買訊息嗎 訊息有沒有漲4支漲停100 有沒有從130幾塊 漲到180幾塊 有 這位3支漲停100 加金4支的12水漲停100 再從加金到237紅海 你買過哪一支 紅海對啊 股本太大 你10月15號 看到這一篇文章 你隔天試駕 你買紅海 試駕買全新 試駕買2881 哪一支沒有賺錢 你說紅海太慢了嗎 你買全新又賺錢 有沒有賺錢啊 10月15號 看我頭上了 頭上頭上 很多人說 10月15號在哪裡啊 頭上了 未來事件部 事件部下面三個 三個字有那個 有那個 Light標記日期 231紅海 要噴出一支錢 再跟你講一遍 好 兩支漲泥滿 然後可以預告 收盤小90.14不會再漲了 結果昨天紅海不會再漲 一大大大跑去追 看到外資買4萬多張 結果今天殺下來 就很簡單嘛 你們老是沒有教這些東西哦 你要買的時候 是要在70塊錢買 你漲到90幾塊錢 我都跟你預告的時候 你不買漲到90幾塊錢再買 最簡單最好賺的不賺 363計程車 302米半 為什麼要上課 再一遍 為什麼要上課 因為當你上完我們的課之後 而且我說過的 少了百萬電視成本 你看多爽啊 我可以把這個全部回饋給大家 上個電視要百萬 我把這個全部回饋給大家 所以說誰可以給你更大的優惠 誰可以給你更大折扣 就只有我謝文 就只有我謝文安 然後呢 除了給你魚吃 不是折扣問題哦 重點是說你要去瞭解說這個老師有沒有事前預告 事前預告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 我沒說騙啦 請你自己慢慢想 事前預告才是真的 台表哥利用急殺買進 隔天馬上賺一次漲停牌 然後金電今天還在創新高 三立三立聯勇 你這一波買聯勇你會掛嗎 聯勇今天也在創新高 也在創新高賺了10塊錢 然後預期9802預期 預期今天還在創新高 沒錯吧 沒錯吧 台表哥反手放空賺3塊錢 沒錯吧 然後233滑通 台表哥啊 老師我不敢放空股票 對 不要放空不要不要放空不要放空 啊我做多時候 滑通每一次急殺 都有我謝文恩在裡面在一邊 這一天上個禮拜三 跟你預告繼續買滑通 利用急殺買進滑通 利用急殺買進滑通 為什麼這個急殺 為什麼為什麼41.1我敢買 來我們看一下主力心態哦 44.1當時的121滑通 麻煩你看一下主力心態 主力心態多 就是說你再怎麼放空 你如果單憑那紅買綠賣的軟體 你會在36塊錢放空滑通 就當你的軟體再出現買進序號 你轉不過來 因為你賠錢 可是為什麼我要發明主力心態 因為當你擁有的一個主力心態 來到44.1的時候 麻煩你對下來看最下面 是紅色還綠色 是紅色還綠色 這是為什麼我們持續做滑通的加碼買進 就一檔滑通 有沒有從44.1漲到50.1 這一個禮拜最標的股票 就是2313的滑通 又賺了6塊錢 又賺了兩支漲停板 還沒完 放爛 你就放著吧 你要放爛就放爛 等到 大盤月線綠燈 老師彈起來了 對彈起來 你就你就去買那些 不好意思 我不會去買主力心態空的標題 神盾 295塊給你預告 就跌到242塊 自己看證據 295給你預告 所以主力心態有沒有很重要 有沒有很重要 3324雙紅還在300 我看一下 228塊錢的時候 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自己看 自己看證據 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有多轉空 對不對 同樣3105文貌 同樣249華新科 好 再看 屌一點 華新科今天不是盤通級 不是盤通級 主力在放空你們再做多 主力在放空你們再做多 再給你看更屌的好了 不是華通 華新科的月關鍵價落在171.5 一檔叫做華通 一檔叫華新科 未來兩家公司的股價會對掉 對對對掉 我跟你講 如果真的對掉 很多人可能 很慘 171.1.5 那叫月限關鍵價 下支K棒的支撐落在164.5 164塊 明天如果破164塊錢會連續擊殺 好講完了 已經全部講完了 你們要我 不用 我跟你講 一般老師就只會 隨便一個華新科 然後下面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樣隨便畫個箭頭 然後跟你講說賺27塊錢 賺個屁啊賺 有預告嗎 這才叫做預告 所以說全方位360 現在真的只要115 你 認同超級面 我少了百萬電視成本 我完全回饋給大家 更重要的 這個禮拜全省的夜水巡迴獎座 你還沒預約報名的好朋友 月限關鍵價不會算 算不出來 你一定要來 不然到最後會出大事 不要說我沒跟你預告 因為關鍵價很重要 演講會場 我完全都會告訴大家 如何去做一個水計算 如何得到一個水完成答案 預約報名 我們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全省巡迴獎座 或是想了解我們115專案 或是手中有持股的問題 不要放爛 請播0223923988 0223923988